大伙都知道 现在买房子呀 好多人喜欢买洋房 买别墅 这玩意儿哪都好 就是贵 如果要是能在上海 有这么一栋洋房怪怪 那更不得了来 不过咱们今天说的这案子 就是从一栋洋房说起 这栋房子 照理说是在上海浦东新区 价值不菲 不过空置了12年 这么好的房子 也没人住 也不往外卖 也不往外租 空着干嘛呀 因为周围的老百姓都知道 这房子呀 是凶宅 这一切 得从08年6月份说起 这栋房子的房主姓秦 这一天哪 这秦先生的母亲生病了 秦先生的很孝顺 赶紧送自己母亲到医院里边 当天晚上也没回家 就留在医院里照顾自己的母亲 家里边呢 就剩下妻子和女儿 可秦先生怎么想得到啊 就因为在医院陪床 当天晚上 家里边就出了大事了 当天晚上 在医院 照顾完自己的母亲之后 第二天早上 秦先生起来还得上班去呢 不能耽误工作 刚一到单位 一个电话叮铃铃打过来了 接起来一听 秦先生直接就愣在原地了 冷静了几秒钟之后 秦先生发了疯似的往家赶 他呀 此时此刻还心存侥幸呢 但是 当他赶到家之后 整个家已经被警方的警戒线 给拦住了 秦先生表明身份之后 走进屋里边 看见满屋子的警察 在客厅的地上 就有两具尸体 已经用白布盖起来了 秦先生啊 浑身都在颤抖啊 用这哆嗦着的手 一点一点的掀开了那白布 看到那面旁的一瞬间 嚎啕大哭 没错 那两具尸体 就是秦先生的妻子和女儿 他们被人残忍的杀害了 一夜之前 一家三口还在这栋房子里边有说有笑呢 怎么一晚的时间 天人永隔了呢 这一家三口啊 感情特别的好 夫妻俩相亲相爱 女儿呢 更是非常的懂事 不久之前 一家三口还商量好了 准备出门旅行 但是就因为这场意外 一切的美好生活都不复存在了 从那件事情发生之后 秦先生再也没有住过那栋房子 因为只要走进那栋房子 就会堵物思人 这个房子给他带来的只有无限的伤心 无限的追悔莫及 在案发现场的时候 秦先生一边哭着一边说 我老婆没了 我女儿没了 他没有办法接受眼前的这一幕啊 我为什么昨天晚上不回来不陪着他们呢 但是 其他人都理解呀 秦先生是在医院尽孝道啊 那么到底当天晚上发生了什么 是谁残忍杀害了母女二人呢 其实在秦先生 当天赶到公司上班之前 警方就接到了报警电话 报案人呢 是秦先生家所在村的治安巡察员 当天早上 这个治安巡察员 在日常巡察的时候 发现秦先生家的大门 是开着的 这让治安巡察员感觉很奇怪 因为他每天巡逻的时候啊 秦先生家的大门 基本上都是警关着的 巡察员呢 感觉不对劲 就朝着院子里边喊了几声 但是也没人回应他 巡察员就往洋房里边走了过去 想看看家里边有没有人 可刚走到洋房门口的时候就被吓坏了 满地都是鲜红色的血液 很快巡察员就打电话报了警 警方赶到现场 立刻就展开了相关的勘察和走访摸牌工作 巡察员呢 看到那些血 是从一楼厨房里边流出来的 当时两名女性就倒在厨房里 身在下边一大片血泊 没有任何生命提征了 法医呢 对两名死者进行了一个初步的事件 随后得出一个结论 两人是三到四小时之前遇害的 警方赶到现场的时候是早上六点半左右 按这个时间来推算 案发时间应该是凌晨十分 凌晨两三点的样子 当时几乎所有人都是处于一个深度睡眠的状态 除非是那种重度熬夜综合症患者 那在这么一个时间段 谁会溜进秦先生家呢 警方开始对秦先生进行问询 可是问来问去 没发现秦先生家有什么仇人 这一家人呢 为人处事特别和气 很少跟人起争执 秦先生跟妻子感情又那么好 也没有情感纠葛 那么这就可以排除仇杀和请杀的可能性 这么一来这案子可就更奇怪了 对于常见的杀人案来说 财杀请杀抽杀下手这么狠的一般情况都是出于某种目的报复杀人 一般的跟死者都是认识的 可这个案子并不符合这种情况 警方现在还是只能根据现场留下的痕迹和线索来展开调查 展开推理 警方对整栋洋房啊展开了一轮细致的勘察 一楼客厅是最杂乱的 地上有一个板凳已经散了架了 还有一把折断的拖把 这就说明在一楼当时一定发生了激烈的震动 秦先生的妻子和女儿很可能进行了激烈的抵抗 根据警方对板凳和拖把进行技术检测 上面残留了大量的人体组织碎片 那么这两样东西很可能就是凶器 用这两样东西当凶器说明什么 是不是能说明凶手没有随身携带凶器呢 没带凶器又意味着什么 是不是意味着凶手到秦先生家一开始是没打算杀人呢 经过对洋房其他房间进行搜查 警方很快又有了新的发现 这个发现都让警方震惊了 在现场居然发现了半个吃剩下的西瓜 更离奇的是 这个西瓜是凶手吃剩下的 这凶手心理素质这么强大 杀了人还切个西瓜自己踢了屠鲁一吃 那这太嚣张了呀 警方呢又在一楼的地板上发现了大量的足迹 这些足迹看起来很奇怪 有些足迹是穿着鞋子踩出来的 有一些呢是穿着袜子踩出来的 这两种足迹都被确认为是男性留下来的 有穿鞋的有穿袜子的 会不会凶手是两个人呢 警方当时啊也进行了一个合理的推理 那些鞋印上面沾染了血迹 不过那些袜子印上面干干净净的 对此警方内部展开了一个激烈的争论 最终争来争去也算是给出了一个结论 一开始有人认为这是两个凶手 有穿鞋的有穿腕的 但后来呀大家还是认为凶手很有可能只有一个人 不过他在刚进入房子的时候是脱了鞋的 目的是掩盖自己的脚步声 那后来为什么又把鞋给穿上了呢 这让警方感觉很疑惑 这案子也越来越复杂 那么这些线索怎么样才能进行串联 怎么样才能还原现场 警方啊随后走到了位于一楼西北角的一个房间 在这个房间里又发现了一个关键线索 这个线索让之前的那一切都变得合理起来 那个房间的窗户玻璃被打破了 防护栏也被折弯了 那凶手应该就是从那进入到洋房内部的 根据防护栏被弯折的那个角度啊 空间并不大 所以嫌疑人的身材应该十分瘦小 同时具有丰富的犯罪经验 如此一来就不难理解 为什么地上会有袜子印了 这种惯犯呢一般都有经验 进入室内之后会避免发出声响 穿着袜子走路就能避免这种情况啊 再加上袜印上边没有血迹 所以犯罪嫌疑人的本意很可能不是杀人 随后啊警方在洋房二楼的楼梯口那儿 看见有一个推拉的铁门 这是秦先生家里边为了安全特意装上去的 每天晚上上楼睡觉的时候啊 一家人都会把那道铁门哗啦推上给锁上 正是这道铁门又给警方带来了新的思路 到底怎么回事 警方呢就根据这扇铁门又还原出了一种可能性 当时犯罪嫌疑人在进入一楼之后 并没有发现什么人 自然而然的就往二楼走 而在这时候看见铁门了上不去了 正因为铁门上着锁呢犯罪嫌疑人 可能误以为这栋房子里压根没人 这样就放松警惕了 反正也没人也不用捏手捏脚的了 把鞋就穿上了之后肆无忌惮 这也就不难解释为什么 他心那么大还在房子里边吃西瓜 因为他觉得这家没人 不过要是此情此景就又有一个问题 秦先生的妻子和女儿当时所处的位置应该是安全的呀 那后来为什么会遇害呢 根据现场的痕迹啊 警方就推测 当时秦先生的妻子应该是下楼了 至于为什么要在那个时候下楼 现在不知道 但很明显 秦先生妻子下楼这个事情 出乎了犯罪嫌疑人的预料 当秦太太下楼之后 当场就跟犯罪嫌疑人打了一个照面 这也就是为什么 一楼会留下大量搏斗的痕迹 而在穷凶极恶的罪犯面前 秦太太自然是抵抗不过 最后惨遭犯罪嫌疑人杀害 而根据现场痕迹来看 秦先生的女儿和秦太太不是一起下楼的 她很可能是听到自己母亲呼救的声音 才下楼查看 结果也遭到了犯罪嫌疑人的杀害 不久之后 警方对现场足迹的鉴定结果也出来了 鞋印和袜印都是属于同一个人的 这也就说明警方的推测是大致准确的 据此警方也掌握了大量有关犯罪嫌疑人的线索 根据犯罪嫌疑人进房间就拖鞋这个行为 警方断定这人是惯犯 之所以大半夜的潜入秦家本意应该是为了偷窃 秦先生家这栋洋房三面都是树林子 和其他房子的距离也比较远 这就非常合这些盗窃犯的胃口 而且秦先生家的洋房看起来很豪华 明显在这村子里边是有一定财力的 这不是别的地方的村子呀 这是上海浦东新区的村子呀 犯罪嫌疑人呢 可能就是因为这一点才对秦先生家下了手 这一下犯罪嫌疑人的犯罪动机也有了 于是警方根据之前调查出来的这些线索 给出了犯罪嫌疑人的模拟画像 男性身材瘦小 年龄三十岁左右 很可能有盗窃罪前科 不过毕竟当时08年的时候 在一些乡村地区啊 道路监控设备还没有那么完善 所以民警要想追踪嫌疑人还是有困难的 只能用最基础最原始的方式对犯罪嫌疑人进行调查 那什么方式啊 就拿着犯罪嫌疑人的模拟画像四处走访摸牌呗 先后呢 对附近的十几个村子五千多个住户 大概一万五千多人进行了走访 另外一组技术人员呢 还在对现场重新进行排查 这一回又有了突破性的发现 在案发现场 技术人员们发现了不少低落状的血迹 根据那些血迹的分布状态 技术人员推测很可能是犯罪嫌疑人留下来的 技术人员也专门做了血液比对 证实那些血液不是母女二人的 那么这些血液可就成了关键证据了呀 现在已经掌握了犯罪嫌疑人的模拟画像 以及他的DNA信息 有了DNA这张王牌 那这破案就是指日可待呀 但是这起案子的破获并没有那么简单 提取到DNA信息之后 警方第一时间到数据库进行比对 可是没匹配上 那就只能继续根据这模拟画像 对他进行追踪 这侦破工作呀 前前后后 耗费了半年多的时间 超过两百名警力 加入了走访环节 但结果还是一无所获 这犯罪嫌疑人 就跟人间蒸发了似的 就这样 这起案子被搁置了下来 不过 这不意味着警方就放弃了 后来当地只要发生盗窃案 警方就会立刻进行DNA比对 但是始终也没效果 一转眼 好几年过去了 有用的线索呀 是一点也没增加 后来警方也意识到 光凭借嫌疑人的模拟画像 想要破案太难了 得采取突破性的调查方式 于是警方就把希望寄托在 犯罪嫌疑人留在现场的那几滴血液上 这里边有DNA信息呀 行政科学技术依然在突飞猛进的发展 人们的特定身份信息越来越完善 国家DNA信息库也在不断的更新 只要DNA数据库已更新 警方就第一时间进行重新比对 尽管这个工作很枯燥很无聊 但不能放弃一遍又一遍的重复着 老话怎么说的 只要功夫身体触摸成真 苍天不负有心人 历经长达12年的艰难调查 这起案子终于有了转机 2019年11月25号 在一次DNA信息匹配当中 有一名广西的男子走进了警方的视线 这个人叫林真光 他的DNA信息和当年的犯罪嫌疑人的DNA信息 可以做统一认定 不过这林真光啊 已经是服刑人员蹲了监狱了 当年呢 他杀害了秦先生的妻子女儿之后 就逃亡到了外地 这些年呢 也一直处于这种惶恐之中 林真光当年的确是30岁 这跟警方最早给出的那个判断 是一模一样的 别看年纪轻轻 但是呢 好意勿劳 不愿意找正经工作养活自己 感觉那样太苦太累 挣钱又太慢 满脑子都是歪心思 案发那天呢 林真光啊 特意坐车来到了浦东新区的江镇 因为他听说江镇人都特别有钱 经过踩点之后 林真光很快就把目标锁定在了秦先生家 因为在处处是富豪的江镇 秦先生家那栋房子 那是村子里边最好的最豪华的 那他一定是最有钱的 有钱人里边又是那最有钱的 那还了得吗 林真光呢 就想摸进去啊 偷点东西 之后的情形呢 就跟警方所推测出来的一模一样 的确误以为那房子里没人 想弄点钱就走 结果秦先生的妻子突然下楼了 这个突如其来的情况 让林真光也没想到 秦太太呢 吓得当场就喊救命 后来林真光啊 害怕事情败露 残忍的杀害了秦太太 听见动静之后 秦先生的女儿也下了楼 林真光已经杀红了眼了 又对秦先生的女儿下了毒手 本来是入室盗窃 哪怕被抓的也就是个盗窃犯 可没想到最终罪上加罪 做完这一切之后 林真光呢连夜离开上海 他也知道警方迟早能找上他 干脆破罐子破摔了 我也杀了人了 抓的怎么也是个死罪 就继续做着违法犯罪的勾当 打那以后他也不工作 反而还染上了赌博的恶习 过一天算一天呗 过了大概十来年 林真光觉得呀 警察应该也把他忘了 这案子应该也放下了 又找了一个女人 重新组建家庭 婚后不久 林真光的老婆 还给他生了一个儿子 有了孩子了 林真光啊 有那么一个瞬间 是想好好做人的 但他呢 又选择了错误的方式 这回不偷不抢不杀人了 干嘛呀 贩毒 所以当上海警方找到他的时候 他已经在监狱里面服刑了 2020年1月8号 上海市浦东新区警方赶到广西 把林真光押解回了上海 至此 让浦东新区警方苦苦追寻了12年的 再逃嫌疑人 终于落入法网 得知凶手被抓获的消息之后 秦先生说 我心里的一块大石头终于落了地 找了他12年终于找到了 那一刻 我觉得 我不用再愧对他们母女了 她是印度著名企业家 印度人心中的励志女神 她出身底层贫民窟 从穷困潦淘的灰姑娘摇身一变 成为上流社会的贵妇人了 过着极尽奢华的享乐生活 但真实的她却是洗脑大师 靠着诡计跟毒辣手腕登顶 连嫁了三个工具人 心机堪比武则天 正所以 当我荣华者死 她把发疯文学女主没干过的事 都干了一点 为了全力跟金钱 她简直杀疯了呀 那到头来 就算搞出人命 也不过拍拍身上的灰 振作疲惫的精神 继续过着富婆生活 今天讲述的是豪门女王的故事 欢迎收听 那是2012年的4月份 在雁渡孟买 年轻小伙 拉霍尔神情非常紧张的走进警局 说女友失踪了 接待警察是懒洋洋的端起咖啡 去问失踪者的信息 那小伙说了 说她叫希娜 女25岁大学文化 在孟买地铁公司工作 那在拉霍尔提供的照片上 这希娜意味在她的肩膀上 笑容灿烂 拉霍尔说了 说她俩正准备结婚了 最后一次见面是一周之前的下午 她说 送希娜坐上她姐姐的汽车之后 她就失联了 那警察问她 你认识她姐姐吗 听到这句问话 拉霍尔表情变得非常不自然 好像有什么难言之言似的 半赏才鼓足勇气说 说认识她那姐姐 是拉霍尔的继母 一听这话 这警察喝了半口咖啡 呛了一下 心说这什么辈子呢 太乱了吧 简单解释说 那就是这小伙女朋友 同时也是她继母的妹妹 听到这儿 这警察撇了撇嘴 说你也别报案了 跟你继母要人去吧 结果一听这话 拉会儿 蹬了一下赵洪天 突然转变成狂暴模式了 说她不会跟那个坏女人说话的 那家伙一直反对她和西娜在一起 所以她恨她继母 拉会儿还说 说她继母撒谎 继母说西娜爱上了别人 跟人家跑了 说这话绝对是瞎掰呢 看到这拉会儿有点失控的表情 这警察好不容易才让她平静下来 随后拉会儿提供了西娜姐姐的名字 叫做英德拉尼 名字有些绕嘴 就叫她英姐吧 英姐 警察听到这名字 表情瞬间严肃起来 也不再嬉皮笑脸了 因为英姐可不是凡人 那是响当当的商界女大佬 印度女富豪 名下拥有多家公司 从猎头到媒体广告 生意做的是非常庞大 她的名气甚至传到美国去了 华尔街时报 评选她为全球商界女性50强 那在各种新闻照片上 这英姐是一身贵气 容光焕发 在她身旁出镜的 那都是政商两届高层的头脑人物 警察到这有些后悔了 行说为啥要卷入这种大人物的家事里边 万一得罪了人家 人家一个电话 能让自己扒层皮啊 就这种事在印度简直不要太常见了 子奈拉会儿不依不饶 非得要求警方接入调查 不耐尊下 这警方只好硬着头皮 敲开了英姐家豪宅大门了 那结果一出现实版的豪门狗结局 那就此展开了 再来说这拉会儿她父亲叫彼得 是印度著名的富商媒体大亨 彼得跟拉会儿的母亲离婚之后 续娶了同样是再婚的英姐 那在镜头面前 英姐永远是雍容大气光彩照人 待人街舞更是八面玲珑滴水不漏 可一旦回到家里 就这女主人可就不是什么省油的灯了呀 在家中英姐是大宣独揽 把账目管得是服服帖帖的 只要她一出现 这管家仆人都战战兢兢 大气不敢出一声 所以这拉会儿向来对继母是近而远之 反倒是英姐的小妹希娜 让拉会儿觉得更加亲近 这希娜年轻漂亮 性格温婉 艺术专业出身 谈吐不凡 一直住在姐姐家里 因此这俩年轻人经常见面 那时间一久 郎有情妾有意 拉会儿跟希娜见声情愫了 那谁生想 她俩这边搞对象 半路突然有人跳出来 断喝一声 说不同意 这段恋情压根就不应该存在 喊这声的 那自然就是英姐了 在英姐看来 一边是自己的妹妹 一边是自己的继子 说她俩怎么可能在一起呢 差着备份呢呀 万一她俩结婚了 以后亲戚离网见面怎么称呼啊 那到底是妹夫还是儿子 妹妹还是儿媳妇啊 不能说各伦各的吧 哥找啥呢 爸爸你找 好歹 这是印度商界名流 上三级 有头有脸的老婆罗门呢 这种乱伦新闻传着去 喜良谷还被这出声筛子呀 你说你俩不害臊 年轻不嫌丢人 我可丢不起这人呢 听到这些话 这拉会儿距离力争 说我俩已经成年了 你们无权干涉 结果一听成年 英姐冷笑一声 说行啊成年是吧 有能得自己出一出去 以后别跟家里要一分钱 也是年轻吧 这拉会儿气愤至极 一帅门离家出头了 西娜则被赶回了千里之外的老家 跟外公外婆住在一起了 可惜呀 这英姐玩了一辈子英 这回被英捉了眼睛 非但没有扑灭年轻人的爱情火焰 反而是火上浇油了 你想啊 印度电影咱也没少看 所有爱情电影不都是这么演的吗 情人们是冲破层层阻碍 最终战胜封建的家长 幸福又没修没造的在一起了 那虽然远隔千里之外 但拉会儿照样跟西娜保持着联系 那西娜在老家生病时 这拉会儿飞过去日夜陪护我 等女朋友康复之后 俩人感情更加牢固了 那没过多久 西娜重返梦买 她俩干脆公开同居 不仅如此 人家热火朝天准备结婚了 还挑衅得给英姐寄许一封情谦吗 摊摆了不装了 能咋地吧 还有这西娜失踪那天上午 接到英姐电话了 那英姐在电话里那语气 还挺温柔的 说过去啊 姐不同意你俩婚事 这么做可能太过粗暴了 这么大把晚上我盯了个餐厅 咱俩单独唠一唠 就当是我当面 给你赔礼道歉了 这番话 让这两年情人破感意外 在他们印象当中 英姐永远是咄咄逼人 从来不甘示弱的呀 今天这个态度 可真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不管怎么样 毕竟是一家人 冤家一姐不一姐呀 至亲骨肉 打断骨头还连着筋呢 西娜思量再三 决定给姐姐一个台阶 同意见面聊聊天 那记得是那天下午四点左右 英姐坐着豪车来接西娜来 除了英姐跟司机之外 那车里还坐着另外一个男子呢 没等拉伙看清那人长相 这汽车已经及时而去了 没错 这车只拉了那西娜一个人 没搭理拉伙 他就这么一别 谁承想是拉伙最后一次见到西娜 当天晚上这西娜迟迟没有消息 打电话也不接 一直等到夜里十点多 拉伙儿才接到短信 看样是西娜发来的 说晚餐非常愉快 大家聊得非常开心 要晚一些回家 一晃到了午夜时分 拉伙儿收到西娜的最后一条短信 但她看到信息时 如遭五雷轰顶一般 脑袋嗡一下炸 短信内容很简单 说我俩分手吧 我在这儿遇到一个男人 我更爱她 一看这些文字 拉伙儿瞬间蒙了 疯狂拨打电话 却怎么也打不通 第二天一大星早 赶到英姐家要当面问个明白 结果管家说说家人都出去了 有事请改天再来吧 拉伙儿给英姐打电话 还有自己父亲彼得打电话 俩人说词一模一样 说西娜的确爱上别的男人了 你就别恋家了 拉伙儿绝望地说 说我只想知道她在哪儿呢 那边说了说她已经飞往美国了 不会再回到燕渡了 死了心吧 但与此同时 这地铁公司接到西娜的辞职邮件 西娜没有说明具体的辞职原因 甚至都没回办公室 驱走私人物品 就以上种种反常情况 让拉伙儿心生疑头 凭她对女友的了解 西娜做事断然不会如此绝绝的 就算分手 也会给她一个充足理由才对 就当时看着手机里一张张甜蜜的照片 信头突然闪过一丝可怕的回忆 一段往事啊 想到这儿跟过电了似的 直接谈了起来 往警察局飞奔而去 说想到什么了 拉伙儿想到的事儿 发生在西娜回老家期间 刚才说了 说那段时间西娜心情不太好 生过一场病 不是什么大病啊 就是情绪有些一语不爱吃饭 看啥都烦 看着爱人日渐消瘦 拉伙儿心疼不疑 年轻人谈过恋爱的都知道 热恋上头时 针尖大点的事儿比天头大 总上火 总头疼 总心烦 是吧 这拉伙儿是硬着头皮央求家里人 在梦买寻医味药 没过多久 几盒特效药就寄过去了 英姐说了 说这是特意脱关系 从美国买的药 希望小妹能早日康复 然而西娜服用一段时间之后 不但没有改善迹象 甚至病得更严重了 具体症状啊 头疼 试睡 精神恍惚 记忆力还衰退了 看到西娜这副状态 拉伙儿满头雾水 心说这怎么吃药 还越吃越严重了呢 他流了心眼 让一个学医的哥们帮忙看一看 结果一看不要紧 原来家里寄来的药 那都是针对严重精神分裂症的药品 幸亏西娜没多吃 否则再吃下去 好人也得吃成疯子呀 这拉伙儿下了一身冷汗 赶紧停了药 没过几天 这西娜就好了 随后他复盘整件事儿是越想越生气 听说哪出了问题 不用问呢 婴姐那边呗 故意是下毒的 想把自己妹妹毁掉啊 连想到他那副平时 这笑咪咪的模样 拉伙儿感觉有点害怕 有点渗得慌 所以貌美如花 心如蛇蝎 估计就是这种人嘛 因此西娜失踪之后 拉伙儿首先怀疑是婴姐搞的鬼 那毒害亲妹妹这种事儿 都干得出来呢 还有什么事儿她不敢干的呀 但对此猜测没有证据 警方也是双手一瘫 没辙 投毒杀人是重罪 空口把牙指控那可不行 拉伙儿无语了 西娜生病发生在几年之前 那些药早就扔了 而婴姐这一口咬定 是医生弄错的那些药 为妹妹买药完全处于好心眼儿 还说了说西娜跟新男友去了美国 不想再跟拉伙儿有任何来往和瓜葛了 经过警方查证 的确有人用西娜的手机号码 预定过去美国的机票 西娜银行账户里边也新贴了几笔 转账记录 嗯好像是学费 至于她在美国的具体地址 抱歉 个人信息无可封告 对此这拉伙儿是碰了一鼻子灰 垂头丧气走出了警局了 那谁生抢啊 就在山穷水尽之时 她身边突然多了一个萌友 此人是西娜的弟弟 她也怀疑姐姐失踪 跟英姐有关系 最关键的是 她对外爆出了一个惊天猛料 说西娜压根就不是英姐的妹妹 而是她的亲生女儿 哎呦 这可够猛啊 说英姐身份证明上的年纪是假的 比实际至少要小七岁 甚至连英德拉尼那也是个假名字 原名叫玻璃宝拉 看到这儿啊 所有人都惊叫下巴了 电视剧也不看了 电影不感兴趣了 谁说哪出剧情有这个次去啊 这是吃瓜群众能免费看的记情吗 在这位商界大佬的神秘伪装背后 到底还藏着哪些不为之人知的秘密呢 你看吧 各路小班记者是闻风儿童 争相报道豪门狗血大剧 用几个丈夫直接躲到国外去了 拒绝一切采访要求 西娜像是人间蒸发了似的 一直是咬无音信 直到三年之后 在一次警方行动当中 这才无意发现了西娜的真实下落 说这可怜的姑娘 其实早已遇害了 尸身被烧成了一团黑乎乎的交谈 而亲手掐死她的 正是她那亲妈 没错是亲妈 英姐 那是2015年 印度警方在例行检查时 来建了一名 非法持有武器的男子 谁声响此人喝了二两猫尿 态度十分蛮横 当场耍起了酒疯 果然一对友好的输出之外 这男子终于清醒了 当听说自己要被中汗时 这家要吓得脸色惨白呀 哎呀 我有重大安情商报 千万不要判我呀 我能戴罪立功 原来此人是一名职业司机 有段时间专职给英姐开车 那是2012年4月份 英姐突然命令她 去租一辆汽车回来 而特意嘱咐 说要普通的家用汽车 摘掉车牌 千万别被人认出来 这司机不敢怠慢呢 马上搞来一辆半新的 欧宝汽车 英姐坐上车 让司机开往郊外 一会儿往东 一会儿往西 也没说清楚 到底要去哪儿 像是找什么东西似的 把司机绕得是运动转向的 接着回程路上 英姐吩咐了 说明天吧 明天你帮我做件私事 就这事儿 千万不许对任何人讲 否则 你绝对会摊上大麻烦了 这话说的非常沉稳 但沉稳当中套着股论行 司机一听打了个哆嗦 赶紧答应了 在那等级森严的厌度人群当中 主子跟仆人之间那如隔天前 能有机会帮老板做事 那是天大的荣幸 但是 他哪成想 这个门竟然是要命的买卖啊 那是第二天下午 司机开车去干嘛 接西娜去了 乘客除了英姐之外 还有她的第一任前夫卡纳 接上西娜之后 英姐简单寒暄了几句 递生一瓶颜料 非常贴心的说了一句 天太热了 先喝点水解解渴吧 那就算再小心 西娜也不会想到 这颜料里下了药了呀 强消震惊计 而自己亲妈 此刻已然动了十重杀心了 几口颜料下老肚 西娜昏昏沉沉 直接再打在后座上了 那接着 英姐指挥车子 开进小巷 停在掩蔽处 打开后车门 吩咐两个男子 是过来帮忙来 到这那司机感觉 这事好像有点不对劲啊 心脏怦怦直跳 冷汗就出来了 逗逗缩缩 按住西娜的小腿 卡纳呢 抓紧那头发 两个装汗 防止女孩挣脱 那英姐冷笑一声 用尽全身力气 是掐住女孩纤细的脖子 西娜下意识 一直挣脱四肢 从嗓子眼里发出 咯咯的喘息声 几分钟之后 脸色变得乌青了 老长的舌头 搭了在嘴外边 显得非常可怕呀 看到这幅场景 这司机被吓得昏不不体 但又不敢松手 只好闭上眼睛 心里默念着 默念着什么 咱也不懂他们的信仰 等到再次睁开眼睛时 这女孩已经变成一具尸体了 这英姐会动手臂 对前夫是娇媚一笑 不当回事啊 人命没了 手底蛇了一条人命 她竟然不当回事 这司机着实震惊不小 谁说这个蛇蟹女子 刚杀了人 还有心思抛媚眼呢 杀人之后 这英姐拿起西娜的手机 做了三件事 第一件事 给拉伙发条短信 提出分手 第二件事 向公司发送辞职邮件 三件事 预定飞往美国的机票 英姐做这些事从容不迫 如同签一份商业合约似的 可见续谋一巧 而当天晚上 这英姐跟前夫回家休业去 司机则守着尸体 在车里度过了难熬的一宿啊 她不敢报警我 英姐那全是地位 弄死自己 跟黏死一只蚂蚁似的 毕竟在自己面前 已经弄死一条人命了呀 她再说了 刚才杀那人 她还出了力了 手上沾了血了 她要报警 简直就是自投罗旁 那想到英姐琳琳的眼神 都缩紧了脖子 决定手口揉平 可信说反正人家是豪门恩怨 那关我屁事啊 第二天凌晨 这凶手门是去郊外泡了尸 司机这才恍人大悟 怪不得前一天 这英姐四处瞎拽呀 那是彩点呢 英姐跟那具尸体坐在后座 万一有警察检查 就说女孩喝醉了 这一路上搂着尸体的僵硬的脖子 她的舌头是不是会拖出来 英姐给塞回去 谁说这女人真是胆子不小啊 就这么在一片小树林里 吸纳尸身被浇上汽油 转眼间画为一团浇塌 那英姐冷冷注射烈焰 燃烧掉最重 眼角闪过一丝遗憾 嘴里念叨一句 丫头 别怪妈下手狠 愿只愿你不长眼呢 偏偏要坏了老娘的好事 就这样 拿到司机的口供之后 警长登门拜访英姐 英姐丝毫不慌张 对人否认了所有指控 按她的说法 司机就是个无始混乱 手脚不干净 经常从雇主家里开游 有一次偷东西被发现之后 她是忍无可忍将其解雇了 司机所说的杀人情节 不过是捕风捉影 恶意诬告罢了 就这种毫无底线的烂人 她建议先枪毙了 再露口供 听完她那身边 警长甩出一个灵魂发问 既然司机说 那希娜被害死了 你却说她没死 那行啊 让希娜出来走两路 证明一下自己 那只要她露面 所有谎言不攻自破 多简单的事啊 那想必夫人您 也希望自证清白吧 说完这话 警长是嘶嘶盯住英姐的眼睛 一丝慌乱的神色 从她眼中一闪而过 很快她又恢复了平静 拒绝了这个提议 说不好意思啊 我不能让她那生活 受到任何打扰啊 试完起身走出客厅 命令仆人送客 你看看 英姐是有底气的 仅凭一个司机的口供 根本不能定她那岁 更何况司机是下等人 跟她的身份地位相差全数啊 咱们在以前节目当中 也说过说印度这一抹三文地儿 还是很讲究出身 讲究种姓啊 你说让一个下人扳倒塌 见了鬼了 在潜伏卡纳那边 警方也吃了憋 压根人不开门 找律师去 别他妈烦老子 一句话就把警察给打发了 那事情已经过去三年了 寻找证据更是难上加难 而警察也找到了通往郊外的监控录像 在案发次日凌晨 的确有辆小汽车经过那边 可惜画面精度不够 无法看清楚成员的模样 而焚毁尸骸的小树林 已经被夷为平地了 完全找不到尸体残余 说这事吧 无凭无据的 侦破工作一时陷入僵局当中了 而就在这时 从地方警局传来一个好消息 原来西纳遇害一个月之后 她的尸体残骸就被人发现了 还报告了当地警察 当时那警察没当回事 因为在印度这个神奇的国度 尸体挺常见的 怎么说呢 这横河边上焚尸厂 常年浓烟滚滚 水面上漂浮的遗骨 能绕地球一圈半 再加上现场没发现任何 证明身份的物件 这警察遵照常理 按照无主遗体给处理了 处理方式非常简单 清俩民工挖坑给埋了 恰好那次执行任务的警察 非常细心 记住了具体埋涉地址了 那接着通过DNA鉴定技术 这具烧窍的尸体 发现正式吸纳 于是 这警方迅速把英姐和卡纳 捉拿归案了 经过排查 英姐现任老公彼得 也参与其中 可以说这一家子人 全员恶然呢 那大家伙疑的是 英姐一见女流 为啥能让两任丈夫 心甘情愿帮她杀人呢 她到底是人性的扭曲 还是道德的沦丧呢 直到英姐的发迹经历 被一点点抽丝剥茧 展现在众人面前之后 这吃瓜群众不由倒吸口冷气 好家伙 这娘们真是百年不遇的狠人啊 之前说了 英姐真名叫波利宝拉 为了方便 咱们还是跟她叫英姐啊 1965年 英姐出生在印度北部 一个普通家庭里边 她都知道 这印度女性地位向来很低很低 更别提在那个年月了 能读上书的女孩寥寥无几 英姐打巧就展现出 非同一般的好胜心了 任何事都要抢在别人前面 当小姐妹早早嫁人时 她却坚持读书 成绩名列前茅 读完高中之后 这英姐成为附近第一个 考上大学的女孩 大出风头啊 而在大学里边 英姐却遭到了人生第一次重大挫折 不小心怀孕了 这孩子父亲 是学校父亲一个查原主的儿子 那在那保守的地方 这未婚生子是一件 让人抬不起头的丑事 英姐只好匆忙结束决业 跟男友结婚了 接连生起一双儿女 就是西娜和她那个弟弟 本以为嫁给富二代 从此衣食无忧呢 但这段轻率的婚姻缺乏感情基础 小夫妻俩经常吵架 很快就与离婚收场了 英姐抱着俩孩子 回到娘家 境遇可想而知 她看着带着孩子回来的英姐 邻居们是恶毒的交车根啊 哎呦 还大学生呢 瞧那样吧 肯定是被人玩够了 退货来的 还带俩脱油瓶 谁敢要她呀 哎呀 这辈子估计只能嫁给老光棍了 就这些闲言色语 就像一把把钢刀似的 直接扎在她的身上了 就这些话语 反倒激起了英姐的倔脾气 先说离婚怎么了 老娘一定要 比你们一个个的都过得好 她毅然决然 把枪宝中的儿女 留给了父母抚养 她是远走他乡继续读书 给自己起了新名字 预示人生重新开始 就那段时间 英姐拼命学习啊 以又一成绩拿到毕业证书 同时还遇到了一个 头脑灵魂的男子 卡纳 此人是野心勃勃 非常有能力 在英姐魅力感召之下 不在意英姐有过婚室 跟俩孩子 于是这英姐很快把她拿下了 然而结婚之后 开了一家初创公司 在行业内也是小有名气 英姐游走于生意场上 享受了鲜花跟掌声 过上她想要的富贵生活 但对于老家的儿女 她却讳莫如深 在她看来 之前那段荒唐的婚姻 是人生中一个奇耻大辱 有损自己的人设 那既然是负资产 当然离得越远越好了 但只苦了俩孩子了 每天盼着母亲的温暖 母亲却远在天边 那吸纳遇害之后 外婆向记者展示了她一篇童年日记 上面写着 今天是我的生日 但我从来没感觉到快乐 我的母亲 她一定是个狠心的女巫 哎呦 可叹哪 如果说英姐过去的人生 是一场臭小鸭变成白天鹅的励志剧 死后的剧情发展 却愈发展现出人性的贪婪跟幽暗 在英姐创业的年代 印度鲜有女性企业家 那外形漂亮情商又高的英姐 在一群老爷们当中显得尤为突出 有些男人不好通融的男事儿 只要英姐抛个美眼 对方骨头一苏就放行了 这让英姐成为公司的绝对化石人 说一不二 她的权力欲是越来越膨胀 渐渐到了变态的程度 那或许是早年间吃过太多苦头了 英姐谁都信不过 恨不得睡觉时都睁开一只眼睛 提防着 要说卡纳她那个丈夫 要是读过中国历史的话 一定会发现 她自个人这老婆 那不就是一个印度版的武则天吗 她俩都是一路开挂 闯上了权力巅峰了 在他们眼中没有什么丈夫子女 统统都是镇的子民 听话就完了 别的别废话 武则天看儿女不顺眼 说废就废 说啥就啥 而英姐干出那当的事儿 恐怕武则天见了都会夸去算你狠 所以说卡纳是真不容易 自古半君如半虎 况且还只母老虎 那是2001年为了更好发展 英姐把生意搬到了大城市梦买了 在那边遇到了媒体大行彼得 并且迅速超越了朋友关系 英姐心里清楚 别看自己以前笑成就 那不过是中产阶级的游戏 他要混进真正的上层经营圈子 就必须抱上大粗腿 比方说那彼得 接着这英姐一挪嘴 卡玛立刻明白了 自个儿真是被淘汰了呀 没办法小生活过得去 你得加点力 好在他们仨都是专业人士 交接工作平稳顺滑 彼得顺利成为第三任工具人 追切伏卡纳 散满外不散交情 继续保持合作关系 挺好嘛 多几条不碍事儿 利用心跳板 这英姐成功获得进入高层圈子的门票 他气质高雅 英语流利 业务能力强 很快成为上流社会的红人了 各种活动频频出镜 拍大片 走红毯接受采访 那面对镜头时 向媒体讲述了一个 贫民哭女孩逆袭成功的神话 出身贫寒 白手起家 披荆斩棘催人尿下 当然了大部分内容都是假的 包括他那年龄 印度媒体瞬间爆人 都在惊呼天哪 这不就是新时代的女性榜样吗 我们就说嘛 印度女性除了被强奸被压榨之外 还可以做很多事情的 宣传玩命宣传 那英姐的名气于是越来越大了 各路资本纷纷找上门来 竞相投资 那正当他顺风又顺水之际 从老家传来消息 说女儿希娜想来孟买读大学来 哎呦一听这消息 这英姐眉头一皱 心说真给老娘添堵 凭空冒出个规定出来 以前讲那些故事怎么圆呢 六位一思考 同意了这个请求 不过要做一些小小的变化和安排 要说那是人生中第一次 第一次被母亲接纳 吸纳无比高兴 满怀希望来到孟买 要说这大城市的文华 跟母亲的豪宅让她大开眼界 但随之而来的 却是令人窒息的规矩 母亲神态严肃 像一位严厉的女教官似的 跟她说了 孩子啊 大城市不比小的地方 你要尽快学会这边的生活方式才行啊 那按照英姐的要求 甭管是在公共场合还是在家里 她俩只能以姐妹相称 一切生活细节必须听从这所谓的姐姐 英姐的指导 未经许可 希娜 甚至没有自己挑选衣服的权利 英姐替她选择大学专业 带她参加活动兼世面 希娜像小白兔似的 是逆来顺受 不敢有丝毫无力 她不清楚 在母亲计划当中 自己只不过是工具人罢了 在印度顶级圈子里政治联姻屡见不鲜 才发高门 经常是通过婚姻来巩固利益 正好这希娜年轻又漂亮 年纪也正合适 把她打磨成上流社会喜欢的样子 未来必定能收益丰厚啊 正因如此 当希娜和拉霍尔公开恋情的时候 这英姐才会出离了愤怒 请说这不仅打乱了自己精心的安排 更是挑战她那统治地培的呀 当然了 仅凭这一点还不足以让英姐痛下杀手 之前说了她那企业卸了不少投资进来 而英姐鼓吹的各种业务 并没有她说的那般挣钱 反而利用这种手段把公司当成提款机 让自己腰包先鼓起来 那企业越亏她越富其中必定有缘故 英姐也知道这纸中秋是包不住火的 她早就想好了解决方案了 那就是再找一个冤架头 可正在她拉融资的结构眼上 这希娜和拉伙突然官宣要结婚了 哎呦 这英姐怒火中烧啊 万一这场奇怪的婚姻引起了媒体关注 自己的声誉还有财富都得坏了呀 就这么的 薪仇加旧恨 她没有犹豫 迅速注定了一个计划 前夫卡纳帮忙动手 先任丈夫彼得负责伪造打款记录 把水搅浑了 俩男人听见召唤 跟那猎犬似的兴奋的直呵呵 根本不想这他们是在杀人呢 咱们只能说这英姐太会洗脑了 连犯罪都能成为争宠的机会 希娜遇害真相被媒体曝光之后 一下子成为全印度的舆论焦点 愤怒的网民涌入司法部的网站 要求把这个蛇妻妇人千都万管 但可惜啊 哪怕人证物证确凿 正义之间还是跑偏了 英姐跟丈夫们非但没受到重罚 反而都已经出狱 逍遥法外了 英姐刚被关进监狱里边 她过的顶级律师团队就已经开始运作了 检方指控她和同谋者犯下绑架 谋杀毁尸等多项重罪 然而想一水定音却很不容易 因为印度的司法制度继承自大英 过程冗长复杂 一个案子扯上几年都是常有的事 这就给律师留下了充足的运作机会了 哪怕没有新的证据 也不耽误扯皮拖延呢 奈何英姐还有超能力 超票有超 卢比给到位保证不受罪啊 在监狱里边过得非常舒坦 住单间吃小扫 还打篮球能唱歌 有那闲工夫 把印度的国宝史诗 博家放歌 翻一声英文了 准备出版了 这哪里是坐牢啊 分明是找个清静地 潜心搞装作的呀 那就在英姐埋头搞学术的同时 律师那边也有了新的进展了 成功将死罪洗成了活罪 从无期变成有期 2020年彼得获得保识 2022年印度最高法院宣布 英姐已经做了六年半的牢房了 足以弥补他犯下的罪行 预准保识出狱 就这样过不了多久 恢复了元气 就可以继续在豪宅里 过着富盆的生活了 而此后卡纳还有那司机 陆续都被放了出来 全世界吃瓜群众都傻养了 还心说就这样 而印度人则表示 见怪不怪了都很正常正常操作 的确在印度有钱人想逃避 法律惩罚太容易了 比方说有个政治人物叫拉西姆 因为强奸谋杀等一大堆罪名 被判无期徒刑 那记者调查之后发现 拉西姆头一年服刑期间 有一百三十一天是假式状态 好强 和人家拿坐牢当上班呢 预警年假都没特多呀 某位部长的儿子开车撞死人了 被妇怒群众扭送到警局 第二年人家就保释出狱 继续招摇过市 所以说在某些国家里 有钱真的可以为所欲为 那西娜案件的凶手被轻判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 印度女性地位太低了 说印度女性文盲数量超过1.8亿 很多女孩从小就被剥夺受教育的机会 她们早早嫁做人妇生儿育女 承担繁重的劳动 如果嫁妆少了 还要挨丈夫的毒打 在印度 女性死于家庭暴力的新闻屡见不心 凶手往往只需要坐几年牢 甚至花钱摆平家属之后 屁事都没有 根据柳叶道的统计 全世界每五名自杀女性当中 只有两名是印度人 那如果人有活路的话 谁愿自寻绝路呢 所以当人命低贱到 比牲口抢不了多少的时候 杀个人能有多大罪官呢 那是2016年 一不以本案为原型的电影 在印度上映 也真心希望吸纳那悲剧的命运 能改变不公平的社会现象 让亿万印度女性真正获得尊严 到这儿 这起案件也就讲完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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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